政府将在明年1月开始启动人民电子现金计划 每一位开启电子钱包的民众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30令吉电子现金 财政部长林冠英指出 政府一共拨出4亿5000万令吉的款项来推行这个计划 财政部发文告指出 这项计划在2020财政预算案中有提到 政府将会拨款4亿5000万令吉 提供一次性的电子现金 给开启电子钱包的民众 以便刺激数码经济活动 林冠英在文告中指出 政府的目标是加速大马消费者和商家 采用电子钱包付款和收款 尤其是小企业和零售业 他补充 人民电子现金计划的推广 涉及和各方的密切合作 包括国民登记局 内陆税收局等等 才能确保计划成功交付 也让民众感到满意和使用安全 他也说在这项计划下 大马公民年龄18岁以上 年收入少过10万令吉 将有资格获得政府提供的 30令吉一次性电子现金 受贿人士可以利用电子现金 选购参与电子付费平台的商家 所销售的部品 林冠英认为人民电子现金计划 符合政府的共享繁荣愿景 目的是为了降低民众接触数码经济的障碍 他相信这项计划可以汇集国民 消费者和商家 进一步实现预期目标 让大马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数码社会